动作是5154 必难度3.4 完成得很好 就连他们的教练都激动得这么地欢呼 裁判给出的分数为71.40分 韩国选手金手之的最后一跳 他选择的动作是5152 必难度3.0 这一跳并没有三上杀 也可发挥的出色 裁判给出的分数为58.50分 中国选手常雅尼的最后一跳 他选择的动作是5152 必难度3.0 这一跳非常完美 完成的质量非常高 裁判给出的分数为73.50分 中国选手陈奕文的最后一跳 他选择的动作是5152 必难度3.0 好的 漂亮 陈奕文 这一跳直接点燃了现场所有观众 从走板倒入水的那一刻 水花也压得相当漂亮 裁判给出的分数为81分 最终陈奕文以总成绩382分拿下金牌 昌雅妮以350.25分获得银牌 强势为中国梦之队斩获两枚宝贵的奖牌 他们都是我们中国的骄傲 看完比赛有什么想的他们说 欢迎评论区打转